杭州的特斯小镇 好,我们杭州是浙江的特斯小镇思想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先行示范也是在杭州 杭州的特斯小镇,镇虽小,但是意义重大 因为杭州的特斯小镇,刚才我和华华女士给大家介绍 一直围绕着两大战略在做特斯小镇的文章 一个是杭州的国际化战略,第二个就是创新创业的战略 杭州现在又再创建了19个小镇 还有一批十几个小镇在文章当中,十五小镇在文章当中 真是有山水型的,有创新科技型的,也有传统文化型的 真是群心璀璨,众心拱跃 拱跃的就是杭州国际化大都市,这么一场战略的大牌 杭州有精彩的小镇,精彩的规划,更有精彩的行动 我们明天,我们会去实地考察 杭州呢,我觉得刚才华方介绍的,更重要的是落在一个行动上 所以杭州我觉得不仅是特斯小镇的先行程 同时也是王阳明文化,知行合一思想的践行程 我们期待杭州在特斯小镇建设方面 为我们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 我们再次热烈的赏声,向华方女士的精彩演讲,小时感谢 好,我们今天下午六位嘉宾的主题发言结束了 那么我们这次研导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 我们有请六位嘉宾再次登台 那么一天的交流下来之后呢,我想大家有许多感想 更有许多火花,那么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做一个面对面的碰撞 有请我们六位嘉宾,请工作人员把这个位置摆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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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吧 我们想控制在半小时之内吧 我们园丁的计划是六点钟结束啊 好,那么因为今天的这个演讲也很精彩,大家听得也很认真 这个气氛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想再耽误大家半小时时间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扎紧,请工作人员把那个发筒准备好 哪位先来,举手,有什么问题,我们扎紧时间 好,看来还是我们远程的先来吧 那个发所长您好,刚才听完您的演讲,我觉得得到很多启发 然后就针对其中您提到一个点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您提到就是现在其中的一个趋势就是由我们做规划 然后就转向做一个管理的辅助 然后我现在在目前的工作当中也开始遇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会有一些困惑,然后我就想请问一下 或所长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 那个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从哪些点切入啊,一些工作方法 然后并且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大晋山管理办法 在哪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我刚才百度了一下 但是这是那个大晋山的一个公园的那个管理办法 谢谢 好的,确实啊,我们自从去年开始就是接到这种倒责呀 或者管理办法之类的任务就越来越多 我们为全省本屋保护工作两华的倒责 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我觉得首先呢是现场实地的这个调研 跟这个管理的部门,跟利益相关的这个群体多沟通 就是发现问题,因为我想我们现在是非常明确啊 我们张庆区长经常教导我们,就是问题倒下,我每一个规划就是解决问题来的 那么我制定倒责也好,制定管理办法也好一定要解决问题 那这个问题一定在现场,是最主要的问题的发生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还有就是管理部门,涉及到相关的管理部门的沟通调研协调 所以我们像在做全省文物保护的这个倒责的时候 我们不光调研文物部门同志,你们在管理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去调研规划的,规划建设局的统治 你们在规划建设局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他们总是在那来限制你们 那么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从现场到管理 这方面的问题的发现数据 那大晋山管理办法也是一样 从虚极层面到管委会再到四个镇,再到村落 因为现在的问题呢,它很明确,民宿成为问题 你家建的民宿,车子停在了我家门口,钱归你转,这样不行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管理办法里面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这个不是在办公室里能想得出来的 所以呢,就是你讲到目前因为还没有正式发布,所以暂时还收不到 好,这个问题来自现场,解决于现场 好,那么那位再来 那位小伙子 黄主任你好 阿里里,关于清木专政的一个,可能已经时间没有展开 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它的这个空间增长边界的分析中 因为它的一些产业,可能包括旅游啊,创意这些地方 可能确定比也比较大 就是你在对它的这个空间需求的一些分析和测算中的一些方法 另外就是,就是在和这个组织啊,等等的这样一些衔接上的,一些它为这个这个期限 还有,可能更加一些不对应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中间的一些处理,比如一些有想的考虑 就是想跟您一起想的,谢谢 好,谢谢,谢谢您的问题 那么,刚才提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这确实也是我们 当时在做总体规划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措施 像第一个里面我们在研究城镇的动力的时候 首先分成了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 所以我们当时也说说 你青木川未来现在虽然是这样一个旅游爆棚的局面 但是你这样一个局面能够持续多久 完了以后呢 你这样的一个局面 因为你的城镇发展它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规律首先进行了一个提取 给告诉它未来的城镇可能在内生动力的指引下 可能会有多大的一个扩展方向 另外呢就是对它的外淫也进行了一个梳理 就比如说区域交通的一些改善 或者说是一些这样的一个外部的政策呀 包括交通啊 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也对它进行了一个梳理 另外在规模一侧上 很重要的我们应用了一个环境承载力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觉得就在目前 清木川镇这样一个山水格局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保护它的原生态的时候 它这块地方能够承纳多少的旅游人口 而且我们甚至当时给这个当地的政政委就说 你们将来景区建好以后 每天应该考虑去进行一个限额 也就是说今天旧县就无人进来 那么其他人如果再有的话 可能从各方面考虑呢 不要让他进行一个进入 这是从管理方面 另外就是从它的这个土地承载力 刚才你也知道了 就是它的土地利用这个总体规划 那么其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里面呢 对清木川这未来发展提供的这个发展用地 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呢我们恰恰也正好是利用了这样一个东西 当时在说服解放的时候 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当时这个这个整个陕西省 它也提倡了一个增减挂钩的这样一个指标政策 那么目前整个陕西省 也开始全面开展规划督查的工作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块的内容 在不符合你的土地要求 或不符合你的这个规划的要求 整个从这个镇长到县长都是要担责的 所以从各个方面 从他自己的原因 包括站在他的角度去为他考虑的原因 包括真正的清木川镇 他的环境承载力的原因 等各个方面 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树立 才逐渐的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增长连接 我的回答结束 谢谢 好 这位 那个丁总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您刚才介绍关于浙江省在特色小镇这方面的经验和实践 对我启发特别大 我是来自国威省文化院的一名青年规划师 因为目前在接触到类似的一些项目 然后我想问的是 就是说因为我听到 就是我听到的 就是浙江省目前选择第一批的这个特色小镇 已经是明确下来的 另外您后面还有就是第二批 第三批已经在培育的小镇 我想就是了解的 就是说我觉得第一批就是特色小镇 你确定名单很好认定 因为它已经有一定的特色产业基础 那我想问的是就是接下来需要培育的 就是这个培育的应该是从就是 从规划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它怎么来培育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是先有特色产业 还是先有特色小镇 我个人认为是先有特色产业再有特色小镇 所以说培育后面的这些特色小镇 就涉及到你这个特色产业你怎么培育 因为我觉得特色产业的发展 它应该是一种市场行为 规划怎么就是能规划 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去培育特色产业 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 同时又带来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说就是这就涉及到 就是浙江就是目前这个特色产业的 就是我们特色小镇的这个模式 它是否具有可推广性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些特色小镇 为什么它可以成立或者说它为什么成功 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 但是像在湖北就是我们或者是说 更多的广泛的一个地区 它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 它的这个产业甚至还处于工业化前期 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特色 它的产业 你说它根本就不能用特色来概括 所以说我就想知道 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后面培育这些特色小镇 或者说培育特色产业有一定的比较好的措施的话 那可能对于我们更多的广泛地区的借鉴 它就会 就是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 可能我的问题比较啰嗦比较长 但是 我不让我表达清楚没有 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 那首先浙江的特色小镇 它是分为 名单分为 创建 美与 到了三年之后 再认证 最后 命名 它是这么一个 等级 那现在公布的呢 已经是79个 一批和第二批 还有51个是创建名单 那除非创建名单呢 就是说 它在生后的过程中 比如说第二批 它总共报了 126个 最后 进入创建的 然后进入创建的 刚刚也才到达44上 那这种比较呢 有一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专家组 去现场调研的时候 是要打分的 打分的时候呢 到了最后 上面是还排名的 有些群者还可以 比如说达到即可 但是呢 还需要 天后 我们打了一刀 那么这些小镇呢 是很有特色 但是在打分的过程中 有些风俗还没拿到 比如说规划 它跟规划没有完成 比如说投资 它觉得第一年是有保障的 但第二年它不太明确 像这个 它的风向 首先的前提 所有的特色小镇 它的产业特色 十分突出很明显 现在浙江的板块增进 或者说特色产业集群 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的地方的特色产业 都在全国的所谓的市场占有率 都是个百分二十百分三十 最多的可以达到百分七八十 像这样的产业集群 才能够设定它为特色小镇的建制基础 是这样的概念 这是什么 比如说是浙江 我们的小镇能不能推广 说实话 这是很难能回答的问题 我刚才一再强调 浙江的经济发展 发展到这种程度之后 出现的一种新的资源 空间形态 新的空间形态 是不是在全国都能听话 我觉得如果达到这种要求 产业升级提出了这种要求 那就可以 其实在浙江 省政府推行创建小镇的政策之前 各地已经有所谓的特色小镇 整个人顺应了 这么一种产业升级的态势 和空间的需求 政府在注定 所以浙江这次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说 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化得很清楚 并不如是人为的过于的去 市场发育到这个程度 产业提出了这种要求 政府在宣示 所以在第一批 第二批之后 第三批到现在面前 那是非常深重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特地都要按照自己的 各种情况来参照 好 这个下面 哪位 好好 那谁举的高就谁吧 今天这个学习很有收获 有两个操作性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浙江这边的 就是我们的总工 实际上就是刚才你讲到 咱们是1加2加X的 这样的一个变质体系 先做盖规 后面就直接做空规 和承设计 中间实际上是有一个 总规环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跟土规发生冲突的时候 咱们这个土地怎么给 第二个就是说 将来你们三年之后 验收不合格 倒扣怎么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今天讨论的是 有特色小镇 有特色小城镇 其实我感觉浙江这边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实际上有特色小城镇 就是小镇特色化 和特色小镇化的问题 可能浙江的做法 实际上是把特色产业 做成小镇化 然后像贵州的经验 是小镇特色化 所以这里面的话 咱们浙江就是在土地的 一个是跟土规的这个冲突 怎么解决 地怎么给 因为将来他要三年 要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要尽快招拍挂 拿到地进行开发 如果在跟土规有冲突 跟土规有冲突 怎么协调 怎么操作 第二来将来这个 土地指标的这个 倒扣的问题 咱们有没有一些 将来的预言 好吧 谢谢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去考察 第二批的 市民小镇的时候 包括在特色小镇的时候 不是打分吗 前五个分数的指标 就是以规划的形成性 与城市规划 与土地规划 与生态规划 等等形成性 土规划 也在同时 多半吧 都在吞声匹里调整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太清楚 不是太清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将来的倒扣 倒扣的问题 它是这样 它就是说 你如果在今年 占了多少亿 而你能够达到指标的情况下 那倒扣的是 对你整个县的 但是上面下来的指标 是对你整个县 或者这个市的指标 那这个指标配额当中 就直接把你扣扣 是这样的 可不是对你某一个政府 某一个城区的口 指标下达的年度 指标下达的时候 在指标里面 是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 第三个问题 我们现在谈的特色小镇 是一个很窄的特色 小镇是很窄的概念 在浙江的特色小镇 全国做的是非常有特色的 比如说 浙江的魅力小镇 就有100个魅力小镇 就是旅游型的魅力小镇 这是旅游局来牵头做的 建制整理的参与的 或者叫魅力风情小镇 它也是特色小镇 只不过这个系列和我们之间的谈 这个系列不是一个系列 不是一个系列 下面也有很多的试点 什么试点 比如说中心证 试点 叫小城市 27个小城市创建证 它到底还有其他的系列在做 尊门的文化 但我们今天在的探讨是 最近是被抓的 这一类特色小镇的问题 今天在探讨 没有探讨 特色小镇的问题 谢谢 好 那么我们今天到会的不禁有很多激情世世 充满活力的年轻规划师 我们现在我们在会上上还有我们浙江大学著名的得高望重的老教授 我们周福东教授 来欢迎 周教授也是非常热情参与我们这个话题 来我们周教授有什么 我想华所长 就华王所长和丁总 请教几个问题 杭州的特色小镇的规划 我们这个规划是先行 它是后补的 是每个去定下这个小镇以后 然后叫你去规划 因此你在选址上 规模上可能就没有发热情 它已经建好了 周创引控 然后叫你去补课 是不是有这个现象 第二个问题呢 杭州市区里头 一个城市要不要把特色小镇 有没有这么多的特色小镇 每个区 你管一个 我管两个 是不是成为了重复建设 第三个问题 特色小镇的名称 像梦想小镇云西小镇 当然外地还有一个地理信息小镇 还有环保小镇 这个科学不科学 还有个问题 南方基金小镇 大家都知道在风景区里 刚才减少的时候也讲 环境很好 但是国家风景美胜区 不能够开发 那么那个基金小镇 怎么建在国家风景美胜区里头呢 而且没有经过审批 规划局没有审批 没有党案 这是 那么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开了一个文件 这个特色小镇 从三平方公里 还有人口指标 经济指标 你觉得这样的东西 妥当不妥当 谢谢 我先回答一下 朱教授提出的 关于杭州特的小镇 的几个问题 朱教授点的都非常准 都是被切中要害的 这个到底是先命名 还是先建设的 其实两种情报都有 但是我参加那个市集小镇的 评选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一个 我非常清楚 就是省级生物医药高新区 在宇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面的 因为整体的概念规划 和抗敏详细规划 是我编的 我当时的思路 就是三生融合的 一个新的高新技术的 生物医药园区 结果呢 连十几小镇都没进 因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 但是呢 就是说 你规划好了 摆在那儿呢 也未必能 能进得去 它呢 因为还是要看成效 在那儿呢 升报的时候 就像丁总说的 其实规划的专家是很少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 精发这条线的 它要看你固定投资 你能不能判成啊 你现有的这种 治理的企业怎么样啊 它会评价这些指标 所以它因为三年之内 每年要评估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 都是可能是比较成型的 像云西啊 基金啊 梦想啊 这些它已经都成型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 那个 区位好 有题材的 毕竟将来还是会有 有希望 它总会发展起来的 那么 这是您讲的 第一个问题 您还讲到就是 这个基金小镇的指标 和多女区的关系 那么 这个 在07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 老老王书记在的时候 他主持啊 就是说 要研究 好几本思想八卦天周边 这块怎么办 脏乱差的问题 那么 当时呢 我去做的修规 做的修规 通过历史研究 提出来一个新的思路 就是 现有的 那么 这个 铁路的基屋段 铁路的仓库 铁路的这些宿舍 还有一些什么 电厂的一些宿舍 其实都是青砖 这么多年 50年以上 我们把它作为 有保存价值的建筑 留了下来 那么 当时呢 给它保留了 大量的空间 现在 在景区内的空间 都是这类 它现在 二七三七拓展的空间呢 是在外面 所以当时呢 我们老老鼠说 这个是瓷器杜林初先兆啊 给我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铁路博物馆 是吧 那个我们可以留一个 就是 虽然 这个文化 与千年百塔 八百年的南宋文化 不相干 但它也是杭州百年 一百年了 这个工业史的 一个 一段历史在这里 应该把它留下来 杂口 杂口货场 杂口流添 所以说呢 它其实现在是跨内外的 新增的建筑不能建 但是 现有的房子可以利用 新增的要建 那么就是 下一步呢 它会利用陶瓷市场 就是景区外的 通过转型提升 通过专门利用 把陶瓷文化和基金文化综合在一起 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还有 还有 您提到的 还有什么 重复建设的问题 重复建设的问题 您提到了 这个呢 在瓶子的时候 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 这个 这两个小镇 都不错的 产业基础非常好 有个叫 东方电商小镇 它现在 就是东方电商务员 它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 全国的排名啊 排在前五啊 那么 企业集聚的 非常强 但是 它也只能放进 省计培育名单 为什么 因为同类的太多了 所以 其实它是在延扣的 比如再您举个例子 跨茂小镇 跨茂小镇 我们去做规划的时候呢 当时对它的了解 还是比较清楚的 下层的跨茂 有些一件的优势 因为是最早的 对外窗口在市区 带有它的先天不足的地方 它没有必保的仓库 其实下三的条件 大江峰的条件 可能离它好 但是 在申报的时候 它截足先登啊 所以跨茂小镇就在下层 就是说 现在也做的比较风生水起了 但有了一个跨茂之后呢 其他的跨茂就没有机会了 像 湖州的丝绸小镇有了 杭州的杭罗很有名啊 但是杭州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同类型 尤其历史经典类 可能只有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应该是也在控制 但是 湖州的四处小镇 是名古七十的 它不在杭州城里头 杭州的湖州城里头 城市里头 把小镇移动 很容易被人家理解 这些城市里头 为什么有很多小镇组织 能不能在一个团成的城市 比小镇不减掉 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的主要的观点 我们不求概念去辨习 我们求的是结果 能否解决问题 能否实现共享的发展 和持续的发展 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 我觉得我的观点呢 其实是这样 我们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 那么 现在呢 其实在秀峰民胜区里面 四处博物馆 他们也想弄什么四处小镇 其实说实话 这地方其实是不太适合 它图展空间没有 因为毕竟要有一些开发建议 你无法达到它这个投资额 是吧 其实你去 这个是不合适 我也认为是不合适的 但是 如果说 像杭州的万事利 国际化品牌 它能在某些地方 能够集中它的生产设计 到营销 形成一个大的系列 那么 能在某些地方 能够做起来的话 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目前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这么去做 当然 前提是 在城市开发边界内 那么 边界内外 可以兼顾 但边界外 一定是生态的休闲的 要掩控的 就是 周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 规模问题 是吧 创建政策设计里面提到的规模问题 规模问题是一刀切的 规划三个平方公里 核心一个平方公里 三年建成核心区的一个平方公里 这是一刀切的政策 那我觉得这是 当然这个是不是合适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说现在 可能大家 浙江的人都知道 年前 神工部出台的 全省建设的14个大平台 产业大平台 那当时的思路就是 浙江的资资外流 浙江的资本外流 非常严重 因为什么 就是发展的成本太高 浙江决定了 这就是14个大平台 每个平台 都是30到50平方公里 非常大的公里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当然 真正的实施起来的平台 并不是太有提醒 因为什么 大家也知道 产能过剩啊等等 去产能啊 这些东西 那浙江本身呢 它又是一个 小型 这个 市场 市场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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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中小企业为主题 那这种情况下 只能 在转型过程中 精细化 小规模的这种 开发形态 可能是一种选择 而且更容易容纳 中小企业的生成 这种大平台当中 可能是一种问题 那么就选择了这么一个 它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精细化的 集业化的 使用空间 在三个平方公里的分化当中 三年启动一个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 入手 来做 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 当然说 是不是一定 一定的 但是也没有 政策里面没有一些 就是说 对一些旅游 还有时尚 或者其他 有些特殊需要的话 可以操作这个 但是 实际上 也不允许它操作这个 但是实际上 也不允许它操作这个 实际上 导向的方向非常明确 这里面还有个含义呢 就是 我们当前 去产能 拉动有效投资 拉动 内需的 一个 战略思想在里头 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借把这个我们的转型 我们的去库存 去产能 拉动力 有效投资 跟我们的特殊小镇 做一个比较有效的结合 这是我们正在这个政策 考虑当中的一个想法 那么 谢谢我们周教授的压轴的提问 谢谢 那么我们时间问题 现在刚刚六点半 我们预定的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 再次 对我们 参加今天 研讨会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议会的代表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那么 也谢谢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 我们不光做了精彩的演讲 还给大家做了精彩的解释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的所有议程 我在宣布